商交所案三個被告曝光 涉及10億美金假文件 等到啦等到啦 用首席梁粉張鎮媛創辦的商交所 捲入假文件案 被落案起訴的三個男人 終於是抹水了 全部都是駕鑫鎮的內地人 大人二被捕時過期居留超過兩星期 李善庸報稱是東莞商人 年春人則報稱是北京教育工作者 各被控一項有意圖而管有虛假文書罪 根據現時控罪 三個人管有假文件涉及渣打和匯豐銀行 全部都是副本 涉及高達10億美金 包括一張去年渣打發出的單部狀 保證一個人或一間公司 乘落給4億6千萬美金 但就沒有指明是給誰 另一張就是今年4月發出 乘落給4億6千萬美金 給一個易金勝章的人 三個人身上 一國有一份匯豐存款證明 確定有1千1百萬美金 傳入第三被告的戶口 定有4張銀行證明文件 證明第三被告有1千1百萬美金的定期存款 官方還說 在首被告負責訂的尖東酒店三間房內 走出120份 懷疑假文件出現時間驗證 又指本案和其他案件有關 但就不方便講更多詳情 裁判他們認為 案件將會不斷發展 涉案金額非常龐大 避免3個被告棄保潛逃 把聯繫再逃者防外司法公正 會繼續還押他們 7月19日再提堂 他理解 載導會人士並不是香港人 而本案還有一個姓朱的被捕男子 仍然在調查 一般來說 銀行幫人發出單捕狀 就等於以銀行自己的信用揹飛 保證一定找到數 如果申請人最終找不到 銀行就要揹債上身 他理解 3個被告當中 的確有人在相關銀行開戶口 但當警方向銀行 出示涉案的單捕狀時候 銀行單從表面觀察 已經可以分辨到是假事 一旦